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2022年的7月 傍晚暑期未散 我扛着刚买的冰西瓜 去做核酸 前方一米 护目镜里露出一双狡黠的狐狸眼 这个欠扁的男人 被安排到小区 给居民做核酸采样 大家都夸他是亲切可爱的小干部 可他就是让我从小喊打喊杀的冤家发小 林放 哟,小奔奔 今天周末 难得没去相亲 他坏笑着拆开视纸 棉签伸向我 恶仙人谁不会啊 只见我灵光一闪 随即脆弱地捂住自己的胸口 干呕两声 林放愣住 你干嘛 棉签离你嘴老远呢 少碰瓷啊 我的秀眉紧促 最近总是忍不住反胃干呕 也没什么食欲 但总想吃酸的 林放直翻白眼 棉签在我的上颚刮了几圈 林放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我看你食欲挺好的 刚还去吃了青椒炒肉吧 你怎么知道 牙里卡着青椒丝 我上高中那会儿就应该一铁饼 闷死林放 我按住额头突突跳的青筋 张口就胡舟 忘了告诉你 我从小就有一门娃娃亲 前两天我未婚夫回来了 我现在名花有主 不用去相亲了 是吗 那你未婚夫在哪呢 别不是在糊弄我吧 拉锯站白热化 我怎么可能认怂 我四处张望 周围只有零散几个工作人员 我又回头一看 身后碰巧站着一个年轻男生 他戴着口罩 额前的碎发融融 露出一双漂亮的眼睛 乍一眼 感觉很帅 我寻思隔着一臂距离 他应该也听不到什么 随手往后一指 就他 林放不信邪 直接嚷嚷 帅哥 他说你是他未婚夫 在岩石的防护服 都捂不住林放那张碎嘴 那一刻 我尴尬到 想一头撞碎怀中的西瓜 口罩帅哥呆愣地看向我 漂亮的眼睛里 瞬间装满了复杂的情绪 我丧梅搭眼如败家犬 正准备道歉 并接受林放的嘲笑 忽然想起好听的男生 是的 我是他的未婚夫 我震惊 硬声抬头 绚烂的余晖 透过层层叠叠叠的枝叶 在他的脸上 落下斑驳韵染的光影 他在悠悠扬扬的晚风里 注视着我 弯了弯眼睛 他越过我 走向脑袋当机的林放 大概是摘下了口罩 慢条思理地说 麻烦尽快采样 我的未婚妻还在等我 我望着他高瘦的背影 心跳悄然加快 昨晚看的 《玛丽苏》电视剧里 英雄救美 确实是这幅景象 俗话说 做戏做全套 在林放怒不可遏的 灼热视线中 口罩帅哥抱着西瓜 我挽着他的手臂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一想到面罩之下 林放脸都气歪了 我就爽得不行 我大手一挥 对口罩帅哥说 你住哪状 我送你 口罩帅哥停下脚步 直直眼前这幢楼 我到了 我有些意犹未尽 慢慢松开挽着他的手 今天谢谢你帮我 没事 那我走了 西瓜送你 就当我给你的谢礼 我转身朝自家方向走去 可心口升起了一股 莫名低落的情绪 我想认识他 我的脚不顿住 回过身 还好他还没走 我们加个微信吧 后者捧着西瓜 神情错愕 看上去有点傻气 我的脑子一抽 这个西瓜有点贵 你还是微信转我吧 我卖给你 一口价 谁能有我有出息啊 人生中第一次问 帅哥要微信 就是为了卖他西瓜 当口罩帅哥 给我微信转账38元时 我无地自容地点击收款 没敢回话 此后我们的对话框 再没亮起了 好不容易勇敢一次 争取来的桃花 就这样被我自己掐念了 我微米不振了一星期 又到了每月最害怕的补牙日 我不安地躺在椅子上 几枚脑袋凑到我面前 他们都戴着面罩和口罩 整张脸包的盐 护士 黄奔奔患者 今天刘医生他临时请假了 萧医生给你做补牙 可以吗 我 萧医生厉害吗 非常厉害 护士看向一个高个子男医生 面罩都掩不住他的花痴眼神 我将信将疑 行吧 趁我反悔之前赶紧动手吧 萧医生调整好五影灯 现在我要给你打一点麻药 然后再处理神经 过程中如果有不适或者疼痛 你就举手示意 我内心感慨 这萧医生比刘老头温柔多了 请张开嘴巴 我张开血盆大口 萧医生不但说话温柔 技术手法也是既温柔又干脸 一个小时后补牙结束 护士 接下来三 萧医生 接下来三个小时内 不要进食 可以喝水 护士 如果出现 萧医生 如果出现轻微疼痛感 一般过段时间就会消失 如果变得更加严重 就一定要及时回医院 进行检查和治疗 这什么情况 我和护士面面相去 一直被强化的护士 也是一脸猛 隔壁诊室的护士 在门口探头 萧医生 您原先的病人还在等 您这边处理好了吗 萧医生终于舍得起身 走到门口的时候 又忽然回头 你下次什么时候来 我被问懵了 萧医生似乎有些尴尬 你取齿有点多 抓紧时间治疗 那我下周再来 嗯 见萧医生这回终于走了 我小声问护士 萧医生一直都这么 认真负责 护士皱眉喃喃 今天的萧医生 确实有点奇怪 晚上我喝着粥 听见乒乒乓乓 焦急的敲门声 我打开门 一个星期 没跟我说话的林放 正端着饭盆 站在我家门口 邪腻着我 我家没做饭 我爸妈不在家 也没人做饭 那你吃什么 粥 那怎么行 营养不够的 我下午刚补牙 不能嚼东西 我是说我光喝粥的话 营养不够 砰的一声 我把门关上了 林放在外面 又敲了十分钟的门 最后老老实实地 端坐在餐桌前 腌不拉几地喝着粥 沉默两久 他终于开口 你真有娃娃亲 我面不改色 心不跳 对啊 我认识你这么久 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我干嘛 什么事都跟你说啊 那你喜欢他 喜欢啊 越看越顺眼 越看越喜欢 林放刷的一下起身 扔下一句 恶狠狠的 你自己吃吧 胖不死你 便气势汹汹地跑走了 把你的狗盆带走 我望着他的背影喊道 但门已经被重重关上了 怎么还急眼了 真是狗脾气 林放这个人 只许官兵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当初他说 他要选斑花许小金 我都没急眼呢 老小区还没拆迁的那会儿 我俩就住一撞楼 从幼儿园起 我们就互看不顺眼 两个人待一块 没几分钟 就会掐起来 他挠得我胳膊上 都是红爪印 我垂得他鼻青脸肿 抱告老实 不论掐得有多狠 每当放学时分 我们仍就会勾肩搭背地 一起回家 在无数个 以前以后踩着影子 回家的夕阳里 我们吵吵闹闹 嘻嘻哈哈地长大了 而那些奔跑打架的岁月 激发出我的运动潜力 凭借着体育特长生的身份 成绩吊车尾的 我和特优生林放 考进了同一个重点高中 16岁那年 我看了人生中第一本 也是唯一一本言情小说 某日晚自习 我窝在课桌里 看了那本书的大结局 我被男女主角之间 15年的爱恨纠葛 感动得热烈盈眶 一抬头 便撞见面色阴沉的班主任 本来以为死定了 没想到事情突发急转 林放居然撒谎 替我顶罪 她被拎去教室外罚站 而我猛猛地坐在位置上 耳边仍有方才对话的回响 黄奔奔同学 你不要哭 老师会为你做主 林放 你为什么欺负黄奔奔 我欺负她不需要理由 等到班主任走后 我绕去教室后门 刚跨出门槛 余光便披见林放 她懒散地靠着墙 歪着脑袋盯着自己的斜肩 路灯昏黄地光融住她的侧脸 笔背高挺 下额分明 走廊空无一人 月光也清净 我挪到她身侧 和她并肩 她偏头 目光落在我脸上 干嘛出来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她吃笑一声 心情不错 回去吧 外面有点冷 我皮糙肉厚 不怕冷 她笑道 黄奔奔你 怎么像只猴子 我以后就叫你黄铁猴 我的拳头瞬间硬了 起风了 我打个寒颤 下一秒 一件宽大的校服外套 就罩在我的头上 我看向她 她正好收回手 嘴角还擒着 自由散漫的笑意 秋意正浓 夜风萧瑟 把她的衣领 吹得来回翻动 锁骨隐约可见 我忽然发觉 那本言情小说的男女主角 是青梅竹马 而我和林放 也是一起长大 那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心动 心跳雀悦且莽撞 可是她来得也快 去得也快 后来 某天我做完铁饼训练 去找林放 朝她跑去时 忽然听见她和朋友们 在讨论哪个女生 漂亮的话题 我捏手捏脚地靠过去 老林 你跟黄奔奔老在一块 你不会喜欢黄奔奔吧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会去 喜欢一个 搞铁人三项 扔铁饼的黄奔奔 她就是只铁猴子 再说 前两天 徐晓晶还给我写情书了呢 哇 徐晓晶给你写情书 你小子厌福不浅 那当然 正常人都知道 黄奔奔和徐晓晶里头 该选哪个吧 我挺没出息的 既没骂她 也没揍她 甚至没让她发现我 我只是回训练场 家练了好久好久 累到精疲力竭 眼眶都没力气蓄累 明明我最不该讨厌铁人三项 铁饼 如果没有那些 以我的成绩 我根本进不了这么好的学校 可那时候 16岁的我 却因别人的一句话 而轻易地慌乱无措 自卑难堪 时间的车轮滚滚 碾过 西瓜帅哥的是逐渐淡旺 一切回归平静 很快又到了补牙日 今天诊室的小护士 似乎很高兴 也很紧张 对着门的方向 翘首以盼 我不安地 躺在诊疗椅上 小护士突然激动地起身 萧医生 我这边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辛苦你了 麻烦你了 嗯 又是萧医生 萧医生淡淡点头 随即坐到医生椅 这会儿还没开无影灯 我看清了萧医生的眼睛 是桃花眼 眼底隐隐含着笑意 这双眼睛很好看 但怎么似曾相识 萧医生 刘医生 觉得我给你制定的 治疗方案不错 你介不介意 以后有我负责帮你治疗 虽然看不清完整的脸 但是萧医生真的好温柔 浑身充斥着帅哥的氛围感 我痴痴地回答 不介意 好的 萧医生的眉眼一弯 那张开嘴巴 我看看牙齿的恢复情况 我有些羞涩 小小地张开了嘴 看不太清楚 麻烦张到上次那么大 我张开血盆大口 祈祷没有菜叶塞牙 这次我是被萧医生叫醒的 我迷邓邓地问 我的牙 护士捂着嘴笑 你的牙不好了 你生生还做梦了 我们都看见你流口水了 另一个护士感慨 我们萧医生全程都是左手给你捏开嘴 右手做根管治疗 难度可大了 萧医生实在不好意思 我尴尬地恨不得就递埋了自己 正在做就诊记录的萧医生闻声停下敲键盘的手指 偏头看向我 似乎从我脸上捕捉到了什么 他滑动医生已到我跟前 说张一下嘴 我冷不丁吓了一跳 以为牙齿出问题了 立刻听话地张大了嘴巴 萧医生用一根棉签在我的嘴唇上轻轻挖沙 他没戴橡胶手套 偶尔手指擦到我的脸颊 传来他指节的温度 是温热的 我一动不动 大气也不敢出 刚刚看到你嘴上有一些树枝材料没擦干净 萧医生一边解释一边抬眼 我们的目光撞在一起 他悠悠地眼底倒映出我的影子 电光火石之间 我的心跳毫无预兆地剧烈加速 我慌不择路地到处乱描 瞥见墙上时钟正好显示下午五点一刻 整个人弹了起来 我要回家吃晚饭了 再见 我奋力狂奔 内心咆哮 我在干嘛 他是医生 我是患者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一路抱头鼠窜 直到跑出医院 我才察觉自己的背包落在诊室了 正当我垂头丧气地准备原路返回 突然听见有人在喊我的名字 那个人穿过层层叠叠的人群和车流 最后跑至我的身前 他扒下口罩喘着气 然后把包递给我 催然一笑 你的包落了 还好追上你了 我正正地接过包 眼前的人是萧医生 原来他口罩下的脸也那么好看 谢谢 不好意思 麻烦你跑一趟了 没事 你跑得挺快的 我的特长是铁人三项 很可爱的特长 我刷了一下红了脸 挠挠头 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夸我 黄奔奔 啊 你怎么回家 坐公交车 我送你吧 哥 一瞬间 乱七八糟的信息 肃涌了出来 陌生医生 第二次见面 送我回家 我的头摇成波浪鼓 边退后边说 不了不了 萧医生 我家离着很远的 我就不麻烦你了 滴滴 刺耳的喇叭声响起 一辆车隔开了我和萧医生 我趁机扭头就走 在嘈杂纷扰的各种环境音里 萧医生的声音 再一次不偏不倚 落进我的耳朵 黄奔奔 三十八块钱的西瓜很甜 很好吃 我愣在原地 不敢置信地回头 茫茫人海中 萧医生 与众不同 如松柏一般 挺拔干净 她的眉眼弯弯 笑意舒朗 我们不是第二次见面 黄奔奔 我记得你 和一个长得很帅的男医生 一起顺路回家 是重什么体验 是在去地下车库的路上 会遇到眼熟的护士 他们瞪大了眼睛 发射出强烈的八卦讯号 是紧张地坐在副驾驶上 余光能瞄见男人握着方向盘的手 直接修长 吻而有力 是一路柔和宁静的音乐 和胸口处紧锣密鼓式的心跳 是回到小区地下车库 然后搭坐同一部电梯 电梯箱窄小 仿佛随时会和她的手臂擦到 是她送我到家楼下 挥挥手说到家给我发个信息 无限温柔的夕阳里 她的笑犹如一幅鲜艳理由画 到家了吗 嗯嗯 萧医生你呢 我也刚好到家门口 萧医生 今天真的麻烦你了 不麻烦 我很开心 我一脸傻笑 先别着急咀嚼食物 实在饿先吃点留食 等麻药效果过了 就可以正常进食了 另外晚上刷牙的时候 别太用力 夜里如果牙齿疼的话 随时给我打电话 萧燕 这名字可真好听啊 所以我们现在算是正式认识了吗 怎么会那么巧呢 西瓜帅哥是萧医生 萧医生就是西瓜帅哥 我扑进被子里捂住震耳欲聋的心跳声 自那之后每个星期六 我都雷打不动 风雨无阻地去补牙 每回都是春风满面地踏进诊室 然后捂着牙扣 心神荡漾地出来 护士长心味急了 黄奔奔患者 照这个治疗进度下去 你马上就可以恢复健康了 我问 有多快 你最后一颗曲齿 也做好了根管治疗 下次来填上树枝材料就结束了 提前恭喜你哦 所以 下一次不好牙 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合适的理由 去见萧燕了吗 就像玩游戏攻略大反派 我近乎把所有的复活次数都浪费了 系统提示我只剩最后一次机会 我失魂落魄地去上厕所 隔板外响起了 嘻嘻嘻嘻讨论的声音 哎 萧医生好像有喜欢的人了 不可能吧 萧医生看起来一副性冷淡样子 不准你污蔑我们这医院第一帅哥 我错了我错了 你快说八卦 我听说 前两天 徐老要给萧医生介绍自己的女儿 结果萧医生拒绝了 说自己已经有喜欢的女孩了 似乎还给徐老看了照片 我天 照片在哪 有流传出来吗 实在是太想看看 能让萧医生青睐的女孩长什么样 我坐在马桶上 星辰到谷底 手脚彻底冰凉 我关闭了游戏 我不玩了 我不想知道大反派的结局 那样留给我的最后一次复活机会 就将永远保留了 没去医院的第二个星期 萧燕发来了消息 最近牙齿状况还好吗 还行 下次什么时候来 再说吧 最近工作忙 好的 但临时填充材料在牙齿上放久了不好 最好还是尽快就医 知道了 谢谢 我熄灭了手机屏幕 被心口涌上来的酸色感和挫败感吞没 难受得想哭 今天下班回到家 我爸妈竟然破天荒地回来了 还做了满满一桌的好菜 我被簇拥着坐在饭桌前 他俩坐在我对面 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气氛诡异又凝重 我浑身刺脑 这个阵仗是 我们家生意黄了 让我吃断头饭 放屁 我妈看向我爸 你看他这满嘴跑火车的样子 我爸 我反正觉得 我女儿是最漂亮最优秀的 我妈神色严肃地看着我 黄奔奔 有护人家找你相亲 我见怪不怪 我不是每年逢年过节 都被你拉去相亲吗 有啥新鲜的 这次不一样 对方是清华硕士 玉树临风 年轻有为 家世清白 简直是无懈可击 我一口米饭喷出来 你不会被什么相亲机构 给骗了吧 我妈一捶桌 是人家妈妈 从小区业主群加我好友 亲口跟我说的 眼睛一闭一睁 我已经在酒店了 我妈还在耳边 叙叙叨叨地嘱咐 我们要摆高姿态 守住底线 推开门的瞬间 偌大的包厢 装潢典雅贵气 玻璃转盘上 摆着琳琅的大菜 空气中漂浮着 若有若无的香味 侧对门口的位置 坐了三个人 正装出席 气质出众 对方阿姨立刻迎了上来 一手拉着我 一手拉着我妈 语气极为欣赏 惠芳妹妹 你本人比朋友圈照片里的 还要年轻漂亮啊 你家姑娘长得也真是好 个子高眼睛大 人落落大方 哎呀 这一捏手臂 还有肌肉呢 我妈立刻笑得跟朵花似的 她就是纯一身腱子肉 哪有你说的那么漂亮啊 老妈 说好的摆高姿态呢 我被安排坐在一个男生旁边 熟悉的相亲尴尬感觉 立马就来了 我目不斜视地静静等待开餐 内心殷切盼望 赶紧干完饭 然后溜人 热闹的寒暄声里 我听见右侧很近的地方 有人在叫我 黄奔奔 我闻声回头 直接到西一大口凉气 一双漂亮的眼睛注视着我 似乎是因为静润在暖色灯光里 往日的疏离感消散 眼底升起芙兰式的温情 好久不见 她嘴角含笑 带着不明意味的暧昧 是消炎 像是遍布水雾的玻璃 被人擦拭干净 又像是阴雨连绵的天空 终于放晴 我从震惊和低迷中醒来 眉梢染上欣喜 万千情绪涌到胸口 我轻轻张嘴 发出一声惊天响的嗝 所有人不约而同地看向我 我开始一抽一抽地打嗝 我的余光 瞄见萧燕的肩膀在颤抖 她是不是在憋笑 我恨不得就地埋了自己 白日暑气退去 夜晚下风徐徐 来来往往的人群 被星桥火树的韶光笼罩 我和萧燕出来散布萧时 她问 今天是不是吓到你了 我诚实地点头 嗯嗯 我吓得都打嗝了 是我太着急了 所以拜托我的父母 帮忙牵线相亲 我惊恶 相亲的事是萧医生的安排 萧燕苦笑 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了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合适的理由再见你 如果让你不高兴了 我道歉 对不起 她在说她想见我 我仿佛天灵盖挨了一掌 整个人正在原地 消化了很久复杂的心情 我终于问出口 萧医生 你不是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吗 如果你和我相亲 那个女孩子会不会不高兴 我已经和她相过亲了 但我不知道她高不高兴 同时相两个女孩吗 我有些生气 萧医生 虽然你很好很优秀 但是我不想成为选择体理的其中一个选项 下一刻 萧燕的大手按在我的脑袋上 轻柔了两下 她弯下腰来 语气像是在哄一个小孩 从来都没有其他选项 黄奔奔 你就是我喜欢的那个女孩 好像整个城市的风都静止了 潮湿的云团渗出月华 下树热烈地发芽 蝉鸣一路高歌飞跃之鸭 红灯熄灭 绿灯开闸 人群熙熙攘攘来来回回 无数交织地说笑声 很响却又离得很远 所有安娜心底的情愫 犹如波云见日雪花松青 一股脑地蹦了出来 我的脸颊火烧似的发烫 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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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未婚夫是我自愿当的 换治疗方案 换病人是我主动要求的 为的就是每周都见到你 可是你有两个星期没有来了 我的焦虑不安 已经超过了我能掌控的程度 我再也没有办法按纳自己的心意 停滞不前了 萧燕一本正经解释的样子 有点傻乎乎的 我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心口似灯花一爆 刹那间亮了起来 萧一声 所以是你先喜欢我的哦 对 萧燕顿了一下 黄奔奔 我们约会吧 如果我说不得话 下次补牙 你会不会拔掉我的牙齿 萧燕露出斯文且狡猾的笑容 当然不会 我立马缴械投降 好 约会就约会 明天就约会 人生中头一次 我发现电影是这样看的 不是捧着爆米花筒暴风尽时 不是被主角逗得嘎嘎笑 也不是跟着剧情哭得T泪纵横 而是在忽明忽暗的光影里 偷偷看喜欢的人的侧眼 他的鼻梁和嘴唇上 镀了一层融融的光 奇异的色彩在 他的眼瞳里变幻 他存在本身就比电影瑰丽一万倍 正当我沉迷在萧燕的美色中 久久无法自拔 萧燕忽然靠近 我们的鼻尖差点撞在一起 你这样盯着我 我很难集中注意力 哦 好 我不盯着你了 萧燕的手腕转动 掌心朝上 手指轻轻全曲 他笑咪咪地用眼神询问我的意见 我鼓足了勇气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掌心 他合拢手掌又捏了捏 像是把珍宝藏了起来 我机械地把看向银屏 纷飞的画面闪过 根本听不清主角在说什么 来人 快把呼吸机给我端过来 这一切 就在轻易没松开过 只有萧燕付款的时候 他才会松手 趁这个时候 我赶紧擦擦我的手汗 然后他回过身 又朝我伸手 我会再次乖乖地 把自己的手交给他 我怎么会这么听话呢 一定是萧医生的笑容太狡猾了 一套看电影吃饭散步的流程下来 很快天就黑了 萧燕送我回家的路上 我有些郁郁寡欢 怎么了 有什么事情不开心吗 就是觉得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萧燕笑 那你还有什么 想去的地方吗 我们现在就去 我刚想张口 耳边想起 今早我妈气势汹汹地嘱咐 不准带相亲对象 去任何运动场馆的余音 我垂下头搓搓手 没有 没什么想去的地方 萧燕忽然问 想去打球吗 想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萧燕立落地掉转手中的方向盘 车子平稳又快速地掉头 驶向视力篮球馆 所谓穿衣显瘦脱衣有肉说的 正是萧燕 她换好球衣 我擦擦口水 心想 绝不能被美色勾引而心软 几个回合下来 我惊喜地发现 萧燕真的能接得住我的球 面对萧燕滴水不漏的防守 我的好胜心逐渐被点燃 愈发卖力地找机会进攻 不知不觉间将我的看家本领全都拿了出来 恍惚间 我以为回到了很多很多年前 回到了高中校园 那个被晚霞青睐的老旧操场 少年的我有棱有角 最不服输 浑身充满了无限的精力和快乐 高三那年 我被这大提前录取 记得有天在学校里碰到几个男生 笑话我男人婆没人要 我当即就把他们拦住了 那场EV3 我赢了 看着那几个男生灰头土脸还嘴硬的模样 我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 以后站在我身侧的男人 必须得成为我合格的对手 为了这个扯淡的目标 我母胎单身到现在 我妈恨铁不成钢地给我找的相亲对象 也逐个被我打败后 再也没联系过我 眼前的萧燕神色严肃 看穿我的每一个假动作 游刃有余地防住我的每一次进攻 我好像真的等来了我想要的对手 我收了球 不公平 萧医生你的臂展比我长那么多 我的每一个球你都可以随便带 萧燕低头打量自己的手臂 啊 就是现在 我从她的身侧钻过 三步上篮 球进 得分 我笑盈盈地转过身 萧燕摇摇头 笑容爽朗 败给你了 黄奔奔 有什么好嘚瑟的呀 耍来劲的球算球吗 场外有人大声挖苦道 我定睛一看 林放 关你什么事 林放大不留心走来 一块毛巾扔到我的头上 又带相亲对象来打球 我扯下毛巾 你闭嘴 你们家那个扫地机器人 我修好了 哦 谢了 算一算差不多半年了 你家门锁密码 记得换新的 我胡怡 你来球场 就为了跟我讲这些事 哦 来找你打球的 改天吧 我今天有事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 林放凶巴巴地打断我 不要改天 就今天 我被林放的反常行为 搞得一头雾水 暴躁的火气一下子冲了上来 你今天吃炸药了呀 你想打球找别人啊 我都说我有事了 林放抱着球走到场中 快点过来 我正想开口骂人 萧嫣把我护在身后说道 我跟你打 林放凑着脸冷哼一声 开始活动球 算是默认了 林放先攻 标到前场 就是一个篮下进球 他扔下球 球从地上弹起 砸到萧嫣的怀里 萧嫣的气场 也发生了变化 眼中温和散去 泛起轻火 他慢速运球 犹如一条四肌捕猎的蛇 忽而加速突进 快攻上来一条龙 他们俩气势汹汹 一来一回 火药味十足 可不知怎得打着打着 就开始有激烈的肢体碰撞 林放用力地推了一把萧嫣 而萧嫣冷声说 你不该在他面前 解决我们的事情 林放仿佛被戳中心事 恼羞成怒地挥拳过去 萧嫣亮呛两下 我慌忙冲上前挡在他们中间 立刻 林放 你今天到底想干嘛 你多大岁数了 你还打人 你心情不好 你自己找别人玩 或者回家睡觉 怎样都行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打搅我 林放吼道 黄奔奔 你为什么要和他在一块 明明是我先来的 你神经病吧 这个球场是我们租的 关你什么事啊 要说先后也是你后面才来的 你 林放气节 我回身打量萧嫣的伤势 她的嘴角破了个豁口 渗出血丝 既然你这么想打 这个场地就让给你 你爱怎么打就怎么打 说完我便拉着萧嫣离开了 好在萧嫣的车里 备有急救医疗箱 我试着简单地帮她处理伤口 她的鼻子和嘴唇近在咫尺 呼出的气息喷在我的手背上 酥酥痒痒的 贴上窗口贴 我正松一口气 萧嫣突然抓住我的手 神色认真的说 我也会修扫地机器人 还会修其他家电 半年换一次密码的事情 我也可以提醒你的 我猛了几秒 反应过来故意逗萧嫣 萧医生 你是不是吃醋了 萧嫣搂住我 她的头埋在我的肩口 呼吸拂过我的头发和脖梗 在漫天的心跳声中 我听见萧医生叹了一口气 她闷闷地说道 是 我吃醋 我羡慕极了 黄奔奔 我非常非常喜欢你 气氛都到这了 我忽然灵光一闪 萧医生 如果我跟你谈恋爱 你刚好帮我治牙齿 那咱们内部消化能不能把我的治疗费给免了 不能 萧嫣松开手 开始鼓刀她的包 哦 那算了 不跟你谈了 一张卡递到我眼前 这是我的工资卡 密码是 510710 我改不了医院的规章制度 但是你可以随便刷我的卡 我惊得语无伦次 不是不是 我不是跟你要钱的意思 我开玩笑的 萧嫣认真的解释 我第一次喜欢一个女孩子 我不知道怎么跟她相处 是我鲁莽 对不起 她失落地准备收回卡 我翘着兰花纸 捏着卡的一脚 舍不得放开 我俩面面相去 其实 卡放我这也挺好 萧医生你每个月工资有多少啊 萧医生太温柔太优秀了 和她在一起有种踩在棉花上晕乎乎的感觉 总让我觉得不真切 所以从夏天到秋天我一直都没有正式地回应过她 林放很久没上我家串门了 久到我爸多来八卦 问我是不是吵架了 我下楼准备夜跑 电梯门到达一楼打开的时候 醉醺醺的林放被几个朋友架着 站在电梯厅里 邓哥 你来得正好 快劝劝林放 他都醉成这样了 还不肯回家 我拍拍林放通红冒着酒气的脸 别闹了 回家睡觉 林放迷迷糊糊睁开眼 看见是我后 笑嘻嘻地扑到我身上 你来接我了 但是我不困 不累 我还想出去玩 我见状估计一时半会哄不好 让其他人先回去 然后扶着林放去小区花园里 吹吹风醒醒酒 林放非要靠在我身上 我趁机狠狠地捶了她几下 她哎呦哎呦地喊痛 然后抱我抱得更紧了 林放 你松松手 我快被你勒死了 就不就不 半嗓 林放低落的声音 从而往而后传来 黄奔奔 我好想你 我朝天翻了的白眼 这又是演哪出戏 我们在一起吧 好不好 林放在撒娇 好恶心的场面 我猛地推开了她 搓搓身上的鸡皮疙瘩 我不是你的那些女朋友啊 你清醒一点 林放摔了的大屁股蹲 她长腿一伸 赖在地上不起来了 小区里来来往往那么多人 我果断地掏出手机 开始录像 林放 你明天酒醒 一定会后悔的 哈哈 林放眯着眼睛 望着镜头进了声 过了一会 她的声音呀 是 我后悔了 黄奔奔 我真的后悔了 我以为我们俩的关系 独一无二 任谁都无法超越 我以为 我们还有很长时间 可以浪费 我以为你去相亲 只是相着好玩 一定不会认真的 我以为 只要到了合适的时机 只要我开口 我们就一定会在一起 我以为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能欺负你 而你非我不可 原来我全都错了 我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能不能回来 眼泪从林放通红的眼眶里涌出 她朝我伸出手 眼神是起怜的 落魄的 我的心脏 仿佛被来回撕扯 我张口想说些什么 却忍不住哽咽 起风了 把我们心底击灰的秘密吹皱 风是否会轮回 从海上升起 越过大陆和山脉 抵达北极 继而再次折返 可是 等到她再次吹拂我 这中间 已然差了那么多年 隔了那么多物事人费 对不起 林放 你该回家了 我把林放安抚好 盖上被子 熄灭主灯 昏黄的夜灯 静静垂帘她疲倦的睡颜 她的眼角 仍有闪烁的泪痕 我擦拭掉她的眼泪 被她一把钻住 别走 我静静地说 林放 我十六岁的时候 喜欢过一个人 那个人每天和我一起上下学 会帮我写作业 会帮我藏课外书 会替我顶罪出去罚站 我们朝夕相处 我也曾以为 我们是小说的主角 命中注定 独一无二 但是我那时候又傻又憨 一身蛮力 大家都笑话 我是没人要的男人婆 别看我天天傻了 毫不在乎的样子 其实我心里可难过了 我被自卑感打败了 我草率地放弃喜欢那个人 后来我长大了 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别人的议论了 可是我再也回不去了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 我青春里喜欢过的那个人 一直在我心里闪闪发光 他给了我最美好的回忆 他是我的初恋 是我心中永远独一无二的存在 林放 谢谢你 我抽出手起身离开 房门轻轻合上的瞬间 我止不住热泪 这一次 16岁少年的残影 终于被风吹散了 林放 晚安 入冬了 杭州正式发文宣布 不再进行核酸检测 和疫情风控 我的高中损友阿喜 发来了请柬 邀请我和林放去当伴郎伴娘 我是伴郎 林放是伴娘 我俩在化妆间里碰头 看见他把自己的胸肌塞进身 V伴娘群里 我笑到狂掐人中 阿喜和新郎在台上互换戒指的时候 我站在舞台后方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身后递来一包口袋纸巾 那只手 我很熟悉 手腕上有一处浅浅的牙印 是我高中的时候咬上去的 现在已经记不起来 那会儿是因为什么是吵的架 我会对他下这么重的死口 但隐隐约约能想起 那些尤为快乐的岁月中 每每我因体能训练而错过饭点 那只手腕裹着纱布的手 都会递来一份沉甸甸热乎乎的便当 我心中释然 不论吵多么凶的架 我和林放仍然是一个眼神 一个举动 就可以立刻和好的朋友 接下来 新郎新娘带来一首浪漫至极的舞曲 掌声有请 司仪带头欢呼 我和林放并肩而立 默默地鼓掌 乐声响起 悠扬婉转 台上新人翩翩起舞 旋转的盛大裙摆 犹如绽放的花朵 忽然 林放问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我了 我坦言 是高中的时候 有一次我听到你和别人聊天 你说没有人会喜欢搞铁人三项扔铁饼的黄奔奔 你还说 在徐晓晶和黄奔奔中做选择 你会选徐晓晶 林放垂下头 五官痛苦地皱在一起 对不起 我没有想要伤害你的意思 我那个时候 耗面子 嘴硬说这些都晚了 对不起 没关系 我已经不在意了 我能问问 为什么是那个牙医吗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硝烟的面容 她说话的样子 笑着的样子 夸我可爱的样子 故意逗我时像狐狸一样脚狭的样子 还有告白时 无比认真笃定的样子 我的心口树地温暖了起来 因为她从一开始就没有其他选项 她喜欢的就是搞铁人三项扔铁饼的我 她坚定 温柔 鼓励我 肯定我 令我不再换得换尸 缩手缩脚 在她面前 我可以完全放心地做我自己 林放的身形彻底松垮 过了很久 她重新抬起头 嘴角艰难地挂着拧巴的笑容 原来如此 婚礼进行曲奏制最后的高潮 舞台下起了花瓣雨 人们沉浸在神圣浪漫的氛围里 一个手掌轻轻落在我的头上 以后我就不欺负你了 黄奔奔 你一定要幸福 酸楚充斥我的鼻腔 我吸吸鼻子 你也是 朋友之间 最后抱一下 我点点头 泪眼模糊中 一条被深微裙挤出来的诡异事业线 贴到了我的脸上 这一刻 我听不清林放的心跳声 却感觉到 她隐忍地颤抖和抽气 曲臂 林放松开了我 她提起裙摆大步向前 美光灯落在她身上 台下的人笑倒了一片 她回头对我招招手说 笨蛋 发什么呆呢 快来致辞 来了 我奔向舞台上 万众瞩目又孤独的她 所谓一生的挚友 必须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吧 高中同学那桌 坐满了我们少年时代 最好的朋友 我们聊起那些 叱咤校园 微风凛凛的岁月 唏嘘地抱头痛哭 我感觉我的眼睛快哭瞎了 张芒拎出我 掉进酒杯里的假睫毛 问 奔奔 大家差不多都成家了 你咋样 有着落了吗 我打了个震天响的宝格 有 一桌人瞬间把我围了起来 高不高 帅不帅 人怎么样 我回答 又高又帅 是个牙医 她名字可好听了 萧燕 姓萧的萧 燕是笔墨指燕的燕 不知道是谁提了一句 这名字很少见 怎么有点耳熟 一群人的记忆 仿佛被集体唤醒 我好像也听过 是不是咱们高三行动小队的保护对象啊 行动小队 好古早好 羞耻的回忆 我记得是奔奔组织的 我还自告奋勇 当了副队长来着 我有印象 但我记得那个保护对象 萧燕是个头发很长 还驼背的英语宅男 和奔奔说的 不是同一个人吧 当年的行动小队副队长张芒从QQ空间相册里翻出了一摞老照片 那些照片里我们取摸乱舞 而镜头的角落里常有一个头发遮住半张脸的人 要不是大家对他有印象 多年后在看照片还以为是灵异事件 我迷迷糊糊地盯着照片 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再醒来 我在萧燕的车上 车子平稳地行驶在夜色中 是回家的路 萧燕 醒了 要不要喝水 我问 你怎么来了 你喝醉了 你朋友们用你的手机打电话给我 我就来接你了 上次听别人说你手机里有喜欢的女孩子的照片 我能看她吗 萧燕神色一僵 迟一开口 现在吗 嗯 她将车停在路边 打开车内灯 把手机递给我 她手机相册里的照片少之又少 竟是一些就诊资料 很快我就找到那张特别的照片 我点开 是张贴在红榜上的证件照 年代久远有些模糊 红榜上一排大字浙江大学提前录取我校优秀学子 照片里是一个剪着男生短发的人 歪着头 眼睛明亮 笑得放肆张扬 校服领口 秀着人民 高三十七般 黄奔奔 我的头隐隐作痛 脑海中一片空白 我问她 我们是不是很早就认识了 萧燕的眼眸深邃 是 你从很早的时候就喜欢我吗 是 那你为什么不说 都过去了 不重要 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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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气了 也很难过 因为我无法想象 萧燕是如何度过那些不见天日的岁月 偏偏我这个当事人还望得一干二净 我觉得我就是个混蛋 萧燕的大手捧住我的脸颊 眉目里成了温柔和坚定 奔奔 我不希望你是因为我喜欢你很久了这件事 而多看我一眼 我希望你能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做选择 像是被温暖却不刺眼的太阳包裹 令人忍不住一点一点卸下了盔甲 我从一堆钢铁费件中卖出来 走进阳光里 我毫不顾忌形象的嚎啕大哭起来 夜宵加餐了 是又闲又酷的鼻涕 酒醒后 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 我搬出储藏室里的台式机 登上古早的QQ号 搜罗一切有关于萧燕的信息 张芒QQ空间相册里的老照片 每张图里我的表情都狂得像鬼一样 而那个阴郁颓废的身影 其实一直一直都在我的身侧 我终于想起来了 那是高三第二个学期 我过了这大的提前招生 文化分也没压力 整日闲得令人发指 有天放学碰见旱道里 一群混混在勒索一个男同学 一下给我整热血了 一身高亢雄伟的谁敢在 本大爷的地盘上造刺 我闪亮登场 就凭那会儿我狂练铁饼铁人三项的 巅峰状态 一个人打五个不在话下 那群混混鼻青脸肿的扔下一句 你还敢叫打手来帮忙 你给我等着 灰溜溜地跑了 我指着丧眉大眼的英语鬼说 以后放学你跟我走 我保护你 英语鬼一言不发 从包里掏钱 我直接给他脑门来了一掌 骂道 我不要你的钱 就算我要钱 你也得宁死不从 一个大男人 能不能有点骨气 当时小混混们风头正盛 到处勒索我们学校的学生 传言道 我能一条一百 渐渐的 我的保护对象队伍逐渐壮大 我索性成立了行动小队 任命张芒为每日清点人数的副队长 阿喜为 冲我脸面的美女秘书 我们一群人乌泱泱地放学回家 乌泱泱地占领行道 逼得小混混们开不了张 他们连续半个月不再露面后 我们正式宣告行动大获成功 那天傍晚 我们拍了好多好多照片 在郁郁聪聪的行道里 在香味扑鼻的小吃街 在涂满余晖的马路上 在波光淋淋的小河边 至于阴郁鬼 也许还跟着我 也许不跟了 反正我 从没问过他 姓甚名水 我不在意他 也忘记了他 2014年7月14日 我发了一条说说 回母校领毕业证 本大爷上优秀毕业生红榜啊 本届高考文化分最高的体特生 510分路过 在评论区刷屏的祝福里 有一个没有备注的人留言 你现在人在学校吗 我能请你吃个饭吗 我没有回复他 可能是因为我从不搭理 没有备注名字的人 也可能是那天 我忙着和隋友们开庆功派对 我点开和那个人的对话框 他曾给我发过一些消息 黄奔奔同学你好 恭喜你考上这大 因为你的帮助 我也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我很感激你 请问我能请你吃个饭吗 对不起 是我唐突了 我忘了介绍我自己 我是高三一般的宵宴 他发消息的次数不多 只言片语 被无数好友消息吞没 至此我从未回复过他 后来 人生的节奏 以排山倒海之事快进 将一转而逝的少年时代 卷入山沉和浪潮中 模糊全貌 隐去之节 不再轻易翻开 萧燕 你在哪 在家 我们现在见一面吧 立刻马上 好 我去你家楼下 我裹上棉睡衣 套上拖鞋 跑出家门 电梯抵达一楼 偌大的电梯厅里 萧燕也穿着棉睡衣睡裤 乖巧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他仿佛习惯等待 又仿佛已经等我很久很久了 我跑上去抱住他 瞪淡 等很久了吗 不久 就一小会儿 他摸摸摸我的脑袋 我鼻子一酸 我想起你了 高三一般的阴郁鬼 萧燕微微一正 笑得柔软又动容 队长 你的记忆有点差哦 我嘴硬道 明明是你变化太大了嘛 话说起来 你为什么当年看起来每天都不开心啊 萧燕回忆道 高三那年 我妈生了场大病 医生说 手术成功几率一半一半 我想休学去陪我妈 但我爸妈不肯 我现在有点记不清了 那段时间大概是自暴自弃 过得很煎熬 很混乱 还碰上勒索的小混混 我心疼地抱紧了萧燕 托他们的福 我遇到你 你救了我 萧燕笑 然后 萧燕从怀里掏出一个热乎的便当盒 你生日还没吃午饭 我做了糯米饭 控堂的 对牙齿好 你这么贤惠 显得我很没用 怎么会呢 你是最聪明 最厉害的黄奔奔 张嘴 啊 一勺糯米饭 送进我的嘴里 怎么样 好吃吗 太好吃了吧 甜糯米饭挡万岁 酝酿了好久 我脸憋得通红 气吞山河的吼道 萧燕 你明天来接你女朋友上班 听到请回答 萧燕歪着头看我 像一只人畜无害的狗狗 几秒后 她的耳朵红得快要滴血 好 萧燕收到 一日 萧燕助力在冬日薄薄的晨光里 一身别致大衣 高挺俊朗 她自然地牵住我 问 我能不能拍一张和你的照片 发朋友圈 官宣 嗯 萧燕认真地点点头 我点起脚一把 搂过萧燕 另一只手 举起手机 打开自拍模式 萧一声 笑一个 萧燕听话地 露出八尺微笑 在按下快门的瞬间 我偏过头 亲了一下她的脸颊 这下 萧燕的脸彻底熟透了 好了 该讲正事了 萧一声 有个问题 我想了一晚上 请你诚实地回答我 嗯嗯 你的银行卡密码组成是 你的高考分数 和我的高考分数 我猛地定睛 一股血气冲上天灵盖 萧燕正在用求夸奖的眼神望着我 你是在嘲笑我的分数吗 不是 我没有 我就是觉得很有纪念意义 真的 你信我 没有